参加表演赛,我登陆了陈锋已久的小号 未读消息999家 宝贝,你为什么离开我呀 我好想你 我如果拿到冠军,你能回来吗 999条信息,来自一个ID UGL 炙手可热的明星选手在我收件箱里当狗 弹幕和热搜一起炸了 01 我是个18线女明星,要热度热度没有 跟游戏更是沾不上半毛钱关系 不知道撞了什么大运接到游戏官方的表演赛邀请 有钱不赚是傻子 我当机力断签了合同 虽然退游多年,但我信心满满 在活动前一碗苦练技术 结果喜提灵11-3的惊人战绩 活动开始了,我的竞赛还没解除 幸好以前见过一个小号 我还记得账号密码 登陆,投屏 跳出来999家的消息通知 弹幕震撼 我靠,陈姐这是养了多少鱼 我的死对头苏晴晴看见了 装模作样的无嘴笑 哎哟,瑶瑶,弹幕说你是海后呢 不过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点开给大家证明一下呗 呵呵,解凭什么给你自证 我皮笑若不笑地对回去 没有你经验丰富啊 要不你打开微信展示展示 苏晴从出道起就处处和我作对 如今他演了暴剧 我黑料缠身 迫不及待来给我个下马威 他没想到我胡静低心了 还敢当面呛他 顿时笑容将在脸上 工作人员要大家调整游戏设置 苏晴晴趁我不注意一把抢过手机 你不会弄吧,我来帮你 下一秒收件箱被点开 跳出来满屏的信息 宝宝想你,你在哪 你不要我了吗 如果我拿到冠军 你能回来吗 苏晴晴夸张的张大嘴 天呐摇摇 我只是好心想帮你 对不起对不起 苏晴晴怎么还带抢手机的 这么没素质 晴晴是好心 不小心点错了而已 都道歉了 还想怎样啊 还不是陈风瑶自己私生活混乱 牛逼 人家打游戏都能养鱼 我打游戏只能养胃 陈风瑶这种人 怎么还能上节目啊 能不能把他封杀了 起初弹幕一片混乱 基本都是骂我的 直到有人发现了滑点 不是 你们瞎呀 这信息都是一个人发的 弹幕炸了 我靠 沈耀 沈耀 是我认识的那个沈耀吗 春季赛FMVP UG的那个野王沈耀 999家的消息 都来自一个账号 职业认证 UG沈耀 现场沉默了 我脑子也跟着炸了 02 我大学时谈过一段网恋 对面是个游戏里认识的男生 打野帅了一批 后来我找个借口 把他甩了 他叫什么来着 沈耀 好像是叫这名字 今天在场的电竞选手 也有一个叫沈耀的 不会这要巧吧 我缓缓转头 撞上眼王涵潭一样的眼睛 网恋的时候 我们没见过面 但是他给我发布照片 照片帅得像道的网图 我那时反手回了一张 网络女神照片 现在这么一看 比五年前又多了几分棱角 倒是显得更帅了 我旁边的嘉宾妹子 忍不住惊呼 封瑶姐 耀神的白月光竟然是你 我不明所以 白月光 主持人举起话筒 正好解答了我的疑惑 耀神 之前接受采访时 你说没有谈恋爱的打算 粉丝说 因为你有个念念不忘的白月光 这么看来 陈峰瑶就是你那个神秘前女友咯 沈耀纠正道 不是前女友 我松一口气 下一口气还没喘上来 他紧跟着说 我没同意过分手 他看向我 瑶瑶 我很想你 03 靠 这是什么情况 所以沈耀和陈峰瑶谈过 不是 耀神为什么会喜欢他呀 他早干什么去了 现在沈耀发达了跳出来了 心机表 滚啊 别玷污我的沈耀 成为电竞大神的白月光 是什么体验 泄妖 被弹幕骂晕了 04 直播间 观众瞬间涨了几万 众人目光炯炯 沈耀步步紧逼 全场都在等我的答案 在沈耀深情的目光下 愧疚感排山倒海般向我袭来 明明当初分开 是我骗了他 耍了他 我不配啊 苏晴晴粉丝 编排我的弹幕一闪而过 还不知道他从哪搞来的号呢 我可不信沈耀会喜欢他这种人 喜欢晴晴还差不多 我们晴晴和沈耀青梅竹马 晴耀CP粉走起 我抓住了救命稻草 那什么 这个号其实是我买的 为什么买号啊 因为我没有之前的皮肤 所以买了个小号 哈哈 只要我不承认 号就不是我的 03 苏晴晴眨了眨眼睛 风瑶姐姐 怪不得你登陆时故意要换号 我知道你是想吸引关注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会伤害到沈耀哥哥呀 呜呜呜 我们晴晴真是小天使 沈耀啊 也是犯例子 相信沈耀总会看到晴晴的 看到弹幕 苏晴晴愈发得意 在摄像头拍不到的角度 得意洋洋的看了我一眼 游戏账号是不是很贵呀 我不太清楚 毕竟我的国服 都是靠自己打上去的呢 但是姐姐 你这条裙子淘宝只要200块 是不是都拿去买账号了 我仿佛看到一朵白莲花 在我眼前盛开 真是好幼稚的伎俩 淘宝200块怎么了 谁丑谁尴尬 我有一百种方法 把他呛回去 但是看到沈耀冷下来的目光 我忽然不想说话了 都说苏晴晴和沈耀青梅竹马 我已经很对不住沈耀了 就给他青梅留点面子吧 04 但是沈耀好像自己没想 给青梅留面子 表演赛 我和沈耀抽在了一组 同组好死不死的 还有苏晴晴 BP阶段 苏晴晴在一楼 上来就描索了小乔 他很自豪 我国服小乔 沈耀看了眼他ID 上个月朋友圈小代晒过你这单 苏晴晴闹了个大红脸 支支吾吾的说你看错了 沈耀敷衍地点点头 可能吧 苏晴晴咬牙握拳 恶狠狠的看我 奇怪 不去瞪沈耀 瞪我做什么 我和沈耀分别在四五楼 几个嘉宾选完英雄 只剩下野辅 沈耀转头问我想玩什么 他瞳孔黑沉沉的 看人时无端有种深情的感觉 我顿时感觉心脏跳快了两拍 人一紧张 就容易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在我说出我玩打野吧 这几个字后 好不容易才安静几分钟的弹幕 又炸了锅 打野 陈风瑶会玩吗 沈耀在这坐着呢 轮得到他玩打野吗 等着他被沈耀骂吧 沈耀可是只玩打野的 上次巅峰赛 有个坑货抢打野 被他拉小黑屋教育了半小时 别看沈耀一张冰山脸 喷人有一套的 我本来想玩个瑶混混 但是突然想到 之前和沈耀网恋的时候 没少玩瑶 要是因为 什么操作习惯掉马怎么办 话一出口 其实有点后悔的 眼王在这呢 我搬门弄什么也 但是一看弹幕我又来劲了 我立刻锁了点围 顺便叫嚣一句 我点围打野贼猛 来喷我吧沈耀 我巴不得他骂骂我 让我减轻点负罪感 05 不是 我瞎了 要沈怎么秒选瑶啊 事情发展 和我预想的不太一样 沈耀不但没有喷我 还在我选点围的下一秒锁了瑶 不过想想也是 毕竟在直播 沈耀这种咖位 和我计较就太掉价了 我拿着点围 颤颤巍巍巍进了野区 我也不是没玩过打野 但水平仅限低分局炸鱼 而对面中单是职业选手 开局就来骚扰野区 偷了我的蓝 我顺势想去反对面的野 路上被蹲送了一起 转眼来 支援的队友也送了两个人头 天崩开局 辣眼睛 没有金刚钻缆什么瓷气火 他根本不会玩 干什么抢沈耀的打野 沈耀赶紧喷他 国服素质哥该发力了 弹幕上都是喷我菜的 我心里一慌 手下操作更变形了 别急 先发育 沈耀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冷淡 我N了一声 不知道为什么心态平和了很多 可能有野王挂身上 自带增一buff 有了四集 沈耀就开始挂在我身上 冷静指挥 提醒我支援 带线 开笼 搞什么 这剧情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 沈耀什么时候脾气这么好了 换是无脑连体的小情侣了 射手玩家暴怒 怎么感觉有点甜呢 野王哥哥暴改姚妹 好奇特的风味 甜个屁 马上就输了 水晶爆炸更甜 我不断带线牵制 在沈耀的指挥下 我们和对面经济差距逐渐缩小 20分钟 我从对面打野手下抢到蜂龙 Nice 队友给我点了个赞 可以啊 蜂瑶 打野玩得不错 苏晴晴不满意的嘟囔 明明都是沈耀哥哥指挥的好 和他有什么关系 结果他一个不小心 站位靠前又被对面秒了 这就是中单法王 搞笑呢吧苏晴晴 死多少次了 晴晴已经打得很好了 有本事你去啊 我看看你能完成什么样 输定了 4打5怎么打 下一秒 我的点围从红被草帽出来 一套321A连招 疯狂输出秒了敌方射手 队友跟上给对面打了波团灭 一换5 点围三杀 彻底疯狂 一波一波 我对着镜头笑了一下 4打5就这么打 06 锦号陈锋摇点围 锦号4打5就这么打 锦号陈锋摇彻底疯狂 锦号沈耀暴改姚妹 一场活动下来 我前半场被喷成了筛子 后半场又光速洗白 热搜上一排 表演赛的切片视频观看量 分分钟破万 评论区千奇百怪 谁说点围只能制霸 中年大叔的微信去 野王都得给点围做谣 点围玩家狂喜 笑死我了陈姐 感觉他恨不得自己钻进屏幕里 把对面斗杀了 什么陈姐 请尊称一声点围神 疯狂姐 有没有入骨压次方的 虽然你不是我的白月光 但我甘愿为你玩摇 KSWL MB CP名都 取出来了 现在的人上网不用带相关吗 陈锋摇就一蹭热度的心机表 游戏也菜得不行 楼上情粉白脸味太重了 苏琴琴那走位 嘖嘖 还敢说自己国服 你帮他结一下代打的尾款吧 经纪人山姐很欣慰 揽住我的肩膀 好久没有这么红了呀 这个热度蹭得好 沈耀手指缝里漏点流量 就够咱吃一年了 不过话说回来 你怎么买到 人家白月光游戏账号的 他眉头一皱 不会那个号真是你的吧 我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山姐从出道就带着我 我根本瞒不过他 他更不理解了 扳着手指头给我算 沈耀年轻 长得帅 有钱 自己有本事 家世也好 多少小姑娘往上扑还来不及 你怎么把人推开了 一个男人能对前女友 念念不忘这么多年 真是爱惨了你 听姐一句劝 吃回头草不丢人 我小心求证 那如果一个男人 是被前女友甩了的呢 甩之前前女友还把他骗了 并且放了个鸽子 经纪人沉默了 有些回头草 倒也不一定要吃 陈枫瑶你藏好点吧 小心人把你暗杀了 07 我在休息室磨叽好久 供我这其他人都离开了才出来 结果一出来就撞上沈耀 我只能跟他打招呼 好巧啊 他长腿一脉堵住我的去路 不是巧合 我在等你 沈老师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往后退响 和他拉开距离 但他立刻上前一步 彻底把我堵在墙角 什么意思 他知道了 来暗杀我了 我心下一紧 退无可退 只能拿出演员的自我修养 情真意切地看着他的眼睛 沈耀 那好真不是我的 不管你信不信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他沉默了几秒 我做好了准备 等待他的结问 但等来的 只有一句轻轻的 我信 沈耀想买我的账号 准确地说是我拒绝认领的 属于他白月光的账号 账号绑了我的QQ号 卖了就全露线了 我当然不可能卖 于是我开了个天价 想让他知难而退 但他眼睛眨都不眨 就点了头 可以 银行卡号给我 这让我犯了难 他好像看出了我的犹豫 那你陪我打游戏吧 款项利捷 他的态度 让我产生了一丝狐疑 我很忙的 沈老师 平白无故 咱俩打什么游戏 沈耀抿了抿嘴 目光游移了一下 但立刻坚定地望向我 瑶瑶之前说 想要99级的情侣标 我想完成这个约定 你能帮帮我吗 沈耀平时习惯 保持一副酷盖样 但直勾勾看着我时 却像知识碌碌的小狗 一股难言的情绪 涌上心头 我曾经不过随口一说的 99级情侣标他 竟然记了这么多年 理智上来讲 我应该拒绝 但他抱的金币也太多了 对于我这种 游走在失业边缘的 18线小演员来说 实在是难以拒绝的诱惑 08 我这辈子对别的事 没什么想法 唯一的爱好就是赚钱 但是我折腾了这么多年 都没有攒下什么钱 之前我妈常年患病在床 每年都要支付 巨额的治疗费和护理费 妈妈去世后 我失业又遭遇重创 天天把自己批成 八半什么碎活都接 但是数数银行存款数 还是离退休遥遥无期 我答应了沈耀的要求 一个月以来 沈耀也真的像他保证的那样 打款随时到账 我把高级赔完做得尽心尽力 每天兢兢业业地刷亲密度 山姐知道之事后连连扎舌 这到底是谁赔完谁 你确定他不是单纯 想给你送钱吗 09 不得不说 和沈耀双排勾起了 我很多曾经的回忆 那时他还只是个轻讯 工资微薄 但是他会满足我一切要求 我随口提到想要的东西 过不了几天 快递就放到门口 我没有安全感 他就一天从早到晚和我报备 这段日子 我补了不少他的比赛视频 场上的野王意气风发 无人能出其右 分手后我刻意回避 电竞圈的信息 虽然我知道 以他的天赋一定会成功 却没想到他能这么成功 也没想到 他会记得我这么多年 几天前 我禁组了一个小成本网剧 场无小姑娘是沈耀粉丝 见我看沈耀的比赛视频 以为我也是粉丝 很兴奋地和我科普他的种种 沈耀的游戏账号叫瑶瑶宝贝 从出道就没改过 因为他初恋女朋友 账号叫瑶瑶 这么帅的人 这么多年都不谈恋爱 问就是忘不了白月光 你知道他为什么 把FMVP皮肤给飞吗 他说那是他和女朋友 第一次遇到时用力英雄 真羡慕那个女生啊 我实在认不住了 和沈耀排位时 试图给他做思想工作 你有没有想过 你喜欢的人 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你 他思考了几秒 告诉我 喜欢一个人是不求回报的 他对我能有一点喜欢就足够了 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沈默了一会说出口的话 愈发直白 如果他和你在一起 只是随便玩玩呢 如果他骗了你 只是在利用你呢 沈耀轻笑道 没关系 我会变得更有价值 等他来利用 我感觉自己的声音有点干涩 他一直不来见你 你还能等他一辈子 一辈子就一辈子呗 反正我也不会喜欢别人了 简直不可理喻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恋爱呢 但我心里却无法控制的顿痛 十 五年前我在游戏里认识了沈耀 那时我还在上大学 为了给妈妈筹钱看病 一天要打三份工 刚开始和他在一起 也没有多认真 只是想找点乐子 暂时逃避现实 我不想让他知道 我的现实情况 也从来没问过他的 直到有一天 我在下班路上被人堵住 易容华贵的妇人 嘴里清晰说出了我的网名 她说她是沈耀的妈妈 我这才知道 她竟然是地产巨头沈家的小少爷 贵妇人上下打量我 眼里的鄙夷毫不掩饰 不知道为什么我儿子那么喜欢你 竟然为了你要和家人决裂关系 他让我离开他儿子 如果我是偶像剧女主 我这是应该狠狠地拒绝 他证明我和沈耀的爱情 坚不可摧 但我不是 我也没有什么坚不可摧的爱情 一场随便玩玩的网恋 彼此能有多深感情 我今天删了账号 明天沈耀就会忘了我 我笑着说 阿姨 我可以离开 但您总得有点表示吧 她一副早知如此的神情 伸给我一张银行卡 你这种人 我见多了 不过无所谓 只要你能让沈耀死心 钱可以给你 我知道接过卡片 我和沈耀就再也没有可能了 但我不在乎 有了这笔钱 我可以完成学业 可以让我抹住最好的意愿 这是我的机会 我应该抓住 我打开QQ 聊天记录里 我们刚刚约好 转天线下见面的时间地点 她发来的照片 青涩帅气 脸上满是期待 我随便搜了一张美女网图发过去 好的宝贝 明天不见不散哦 我把聊天记录展示给贵妇人 明天我不会去 以后也再不会出现 那时我安慰自己 陈锋摇 这没什么 反正你也不喜欢她 但第二天 我还是悄悄去了约定的地方 看着她从天黑等到天亮 我藏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坐了一页 11 短剧拍摄周期 很短 总共不到一周 杀青那天 我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大导演王宁 要指导一部热门电竞小说 改编的电视剧 他有意找我演女主角 王导说 他在热搜上 刷到了我的游戏视频 又看了我之前演的戏 觉得我很适合这个角色 我开心到飞起 第一反应 竟然是找沈耀分享 我的人生中 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偏爱 很小的时候 我爸就和别的女人跑了 姥姥姥爷不喜欢女孩 我是他们嘴里的扫把星 妈妈是唯一会爱我的人 但她不止一次后悔怀上我 如果没有我 她不会和我爸结婚 不会被背叛辜负 我从小也蛮生长 看起来魂不立 其实偏激又固执 我渴望得到爱 又不相信自己能得到爱 而现在有一个人告诉我 无论发生什么 她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 她愿意给我机会 我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想告诉沈耀我就是姚耀 我就是她要找的人 12 打开微信 我发了一条信息给她 有空吗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对面秒回 在直播 等我一下 电竞战队一般都会签约直播平台 每月选手有直播时常要求 我摸到沈耀的直播间 她正在和队友打牌位 玩的露娜 一套月下无限连帅翻天 敌方英雄就像她的玩具一样 再配上高清摄像头下的帅脸 怎一个赏心悦目了得 我翻了翻背包 还有几个小礼物 干脆都倒给了她 沈耀刚结束一局游戏 随口谢礼物 突然愣了一下 感谢陈风瑶送来的五个告白气球 我一联盟 这才发现直播间账号 竟然直接同步微信名 我十明志上网多年 今天在这栽了 陈姐竟然也看路神直播 彻底疯狂 彻底疯狂 陈姐来播点为教学 呜呜呜 我的CP竟然有售后 陆瑶芝马力SED 告白气球都能背念礼物的吗 我都坠机 不知道多少架了5555 快把陈风瑶拉进来 我要看你们三排 随着我的到来 弹幕刷了满屏 甚至半天没有一条骂我的 说来也奇怪 我之前费尽心思 想挽回形象都没有用 一场表演赛彻底放飞自我 反倒是路人员好起来了 甚至多了一批 我和沈耀的CP粉 我犹豫着告白气球 是不是有点太寒酸了 要不要补个大档 屏幕上突然亮起耀眼的礼物特效 苏晴晴送来豪华摩天轮X10 上次表演赛后 苏晴晴的电竞少女人设遭遇大危机 网上一片炒铁 可惜没两天 帖子就被他团队删干净了 一套澄清删铁无嘴的动作下来 苏晴晴又成了不染仙尘的白莲花 国服是自己打的 带打是盗徒的 发挥不好是身体不舒服 沈耀队友有苏晴晴好友 晴晴姐在线A 我拉她一起 随即把人拉进了房间 沈耀瞥了一眼屏幕 又低头看回手机 不完 我还有事 你们开吧 苏晴晴头向旁边的话筒亮起来 声音小小的 带着哭腔 对不起 我不知道 瑶瑶姐已经来了 你们拉她吧 是我 我有事 我先走吧 随着苏晴晴眼泪下来 弹幕里也涌入无数条带节奏的弹幕 别呀 晴晴别走 凭什么晴晴要给陈峰瑶绕位置 陈峰瑶不是什么好人 路神小心点别让她骗了 酒店门还有人不知道吗 知三当三不要脸 别以为你把事情压下去别人就不知道了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呵呵 被退学的小太妹 棒金主当小三 这就是你们陈姐 走过路过别错过 有锤有真相 黑料链接 防管禁言的速度 跟不上新弹幕发出来的速度 一条条扎眼的评论在我眼前划过 摄像头里 沈耀愣住了 看着屏幕眉头紧锁 我忽然有点想笑 她没看过这些吧 十三 我的记忆被弹幕带回从前 我确实没有上完大学 但不是被退学 是我主动的 那时我一门心思想赚钱 正好有星探看中我 找我去出道 我想也没想就去了 万幸的是没有遇到骗子 但我没有资源 没有背景 明星哪里是那么好当的 不是谁都是苏晴晴 一出道就有女一号演 有家里的资源护航 我是公司最默默无闻的小角色 我经纪人是攻斗失败的边缘人物 我们抱团取暖 一路摸爬滚打 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总算是凭借一部女配角小有名气 我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了 却没有想到那已经是顶峰 有狗仔发出了 我和男导演在酒店走廊里 拉拉扯扯的视频 爆料我勾引有父之父 甚至之前的资源也都是睡来的 一夜之间 我成了不知廉耻的小三 人人喊打 关于我的各种谣言 真真假假 甚嚣尘上 我承认我确实很想红 我炒CP 蹭热度 博出位 但勾引别人老公的事情 我没有做过 也不屑于做 但是没任性我说的话 众口说金 一段断章取义的监控录像 就能把我钉死在耻辱柱上 从此 我的职业生涯一蹶不振 直到最近 才终于挽回了一些风评 网友的吹捧 让我差点忘了 这段视频 就像我的人生污点 永远擦不掉洗不净 十四 我默默退出了直播间 躺在床上发呆 沈耀给我发了好多条信息 瞎说的人 已经都让防管拉黑了 我知道 你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我相信你 苏晴晴有病 我直接给他骂了 风摇 刚才想和我说什么 我随时有空 我回了一条 没事 发错了 扔开手机 把脸深深埋进枕头里 还好没有告诉他 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 如此清晰地感受到 我和沈耀之间的差距 就算他相信又如何呢 网络判官们 不会相信犯人的辩解 他是炙手可热的明星选手 而我是黑料缠身的 十八线小明星 和我牵扯在一起 只会让他也深陷泥沼 十五 手机一直在响 我被铃声吵醒的时候 已经是后半夜 可能是这段时间太累 竟然不知不觉睡着了 接通电话 对面的声音有些沙哑 是沈耀 风摇 他滴滴地唤我 声音苦涩 你终于理我了 我以为你又要抛下我 我心跳一下子加快了 想要打断他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没关系 你不想承认我可以等 只是 别让我再等五年了 他知道了 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那一瞬间 我脑子转了无数画面 想到了无数借口搪塞他 但最终张开嘴 说出来的只有一句 沈耀 别等了 我不喜欢你 对面沉默了几秒 声音近乎恳求 见一面吧 好不好 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十六 第二天一早 我按照沈耀给我的地址过去 是一个很偏僻的小巷子 只有寥寥几家店铺 沈耀坐在混沌摊子上 冲我招手 他眼睛里有好多红血丝 看得我心里一揪 我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开门见山的问 你想跟我说什么 你早知道 我就是瑶瑶了吧 之前骗过你是我不对 这段时间你也一直在骗我 我们就算扯平了 当然 如果你心里不爽的话 也可以打我一顿 骂我一顿 随便你出气 你喜欢的是游戏里那个瑶瑶 但那不是我 我唯利是图 见钱眼开 和网络上一点也不一样 沈耀 我不喜欢你 我不想继续和你演下去了 我把准备好的台词 一股脑说出去 等着迎接迟来的判决 饿了吧 他却推给我一碗馄饨 先吃点东西 我真的有点生气了 不吃 沈耀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馄饨的香气钻进鼻孔 我没忍住尝了一个 随即瞪大了眼睛 这个味道和我记忆里一模一样 说着不吃不吃 最后吃掉了一整碗 我有点尴尬 解释道 我之前特别喜欢吃一家馄饨 这个味道很像 他点点头 始终对面的料技馄饨 后来关店了 这家确实很像 你怎么也知道 我忍不住惊讶 你也在始终上过学 清晨的风拂过耳畔 我听见他难掩情绪的声音 你说我喜欢的是游戏里的瑶瑶 不是的 从一开始 我喜欢的就是现实里的陈峰瑶 好久不见 瑶瑶姐 瑶瑶姐 这个称呼一下子把我带回了 久违的学生时代 会这么叫我的只有一个人 那时我上高中 在学校附近打工 帮一个被欺负的小男孩 赶走了混混 从此收获了一个小跟班 天天瑶瑶姐的叫我 接我下班 拿零花钱给我买饮料 敢也敢不走 我那回沉迷游戏 他自告奋勇帮我上奋 结果给我打出来一个国府点围 丑得我给了他一拳 沈耀是当年那个 只有我下巴高的男孩 看着眼前这个高挑帅气的男人 我实在难以联系到一起 你不会从那时就喜欢我了吧 沈耀点点头 后来我找不到你了 我以为你讨厌我 只敢拿小号在游戏上接近你 你要跟我网恋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多开心 让人家跟我绑情侣标 我竟然辜负过他这么多次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瑶瑶 你不愿意承认 我就等到你愿意的那一天 但是再等下去 感觉我又要失去你了 我脑子里乱得像一锅中 我今天明明是来拒绝沈耀 彻底画上一个句号的 事情发展总是和预想南辕北辙 我难难道 可我骗你等了一夜 我拿你换了分手费 他摇摇头 是我擅自喜欢你 蓄意接近你 如果说骗 也是我骗你在先 而且你怎么知道 我等了一夜 他语气带着小心翼翼的期待 风头无两的电竞选手 私下里竟然为爱如此卑微 我花了一晚上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心理防线 瞬间垮了 是啊 我一直在旁边 但是我不敢见你 沈耀意识到了我的意思 他眼睛亮晶晶的 好像找到了心爱玩具的小狗 他试探地牵住我的手 你又骗我 你也喜欢我的 感受到他的颤抖 我却不敢反握住他的手 对不起 沈耀 十七 我拒绝了沈耀 但回去忧郁了好几天 想和山姐倾诉倾诉 还被他骂 哥这装什么零待遇 快三十岁的人了 还拥有欲语 我叹气 你不懂 爱是克制 他年轻 觉得喜欢就要在一起 我比他大四岁 总得考虑后果 他还有家人有事业 哪里这么简单 对面秒回一个崩溃兔子表情包 你这是典型的自我感动 以为是对别人好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我试图反驳回去 但山姐已读不回 过了好一会 忽然收到他的新消息 我服了 祖宗 你又红了 什么意思 我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十八 警号沈耀陈风瑶恋情 警号陈风瑶灌三 警号陈风瑶酒店门 我又双肉上热搜了 这几个月上的热搜 比我出道几年都多 热搜里 是我和沈耀在混沌摊上的照片 拍摄人的角度十分刁钻 好像沈耀想躲开 而我在使劲往他身上贴一样 不会吧不会吧 他俩在一起了 谁来给我一巴掌 我可能没睡醒 明显是陈风瑶倒贴沈耀好吧 坐机像素都挡住 不沈耀一脸嫌弃 沈耀不是有白月光女朋友吗 陈风瑶不当小三难受是吧 什么小三 我村里刚通网 求科普 还有人不知道酒店门吗 黑料链接 长途 长途睡资源当小三 窝赖沈杰宝藏女孩 越挖越勇 听说王导要找他演女医 这么看 也是跟投资人睡出来的吧 娱乐圈的风气 就是被这种人搞坏的 陈风瑶滚出娱乐圈 还好没开机 赶紧退货吧 这种劣迹艺人 不配演王导的戏 琴琴人美心善游戏打得又好 导演看看我们琴琴吧 苏琴琴演的话 我倒是想看看这句了 支撑琴琴 节奏带得清清楚楚 我手指划过屏幕 苏琴琴干的 电话里 煽解声音带着怒气 可不 想用舆论 把你从王导的剧里换掉呗 前天在沈耀直播间 卖你的那些账号 都是海外IP的僵尸号 估计也是他搞的 那部剧有IP背书 又有名导操刀 苏琴琴舔了很久的饼 炒作过好几番 她是女主角本人的话题 千算万算 想不到能被我截胡 我已经跟平台联系 撤热搜了 山姐算了算花的钱 一阵肉疼 不管怎么说 先把热度降下来 五分钟后 热搜榜刷新 一条新热搜 从天而降 警号沈耀 是我在追他 19 骂我倒贴沈耀的热门微博下面 一条刚刚发出来的评论 被迅速顶到前排 UGL 是我在追他 一旦激起千层浪 热搜再次爆炸 沈耀疯了 别呀 哥们 你好这口 心碎了 脱粉了 沈耀哥好可怜啊 被他骗了吧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还有人给沈耀洗呢 和这种女人在一起 只能证明他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早就想说了 天天五专一人设 警告各位没事 别瞎立人设 人设就是用来他的 沈耀技术已经下滑了 估计是想炒作一波进娱乐圈 牛逼 渣男剑女天生一对 所死住99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我给沈耀打电话 声音止不住的颤抖 沈耀你有病吧 咱俩已经没关系了 你说这种话做什么 几天不见 沈耀也刚起来了 我实话实话呀 我就是在追你 你拒绝你的我追我的 咱俩互不干扰 怎么会有人上赶着挨骂呀 给我气笑了 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你吗 以后别人提起 你想起的不是成绩 而是你有个品行不端的女朋友 女朋友 沈耀抓重点的能力又进步了 你的意思是 我自觉与诗 紧急撤回 你别多想 我就是想说 你没必要滩浑水 风瑶 我不活在别人的评论里 有人不服我 可以用实力把他打服 他声音里 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桀骜不驯 让我心头震了一震 沈耀说 这是交给我吧 我来帮你处理 我忽然发现 自己竟然这么软弱了 遇到事情 竟然第一反应是逃避 这一点都不像 曾经的陈风瑶 谢谢你 沈耀 但是我想自己解决 帮我演出戏吧 我深吸了一口气 你说的对 艳色女主角 换成了苏晴晴 我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 拨通苏晴晴电话 苏晴晴正坐着美甲 让助理把手机捧到他身边 哟 大红人陈风瑶 怎么想起我了 苏晴晴 你跟王导说了什么 他为什么突然 我哭着问他 他为什么突然把我换掉了 他语带怜悯 我形象好 名声好 还能给剧组拉来投资 你说王导会怎么选择 我吸了吸鼻子 喃喃道 我知道我不如你 但是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晴晴 你人卖广 能不能帮帮我 让我演个配角 我不会抢你的风头 我的卑微 取悦了苏晴晴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做好姐妹的 也不能不帮你 这样吧 周五晚上有个酒会 你来我帮你牵线 挂了电话 苏晴晴得意地 吹了吹星座的美甲 助理有点担心 晴晴 他突然来找你 不会是知道你做的 苏晴晴突然翻脸 镜头下小白花的样子 荡然无存 我做什么了 助理连忙赔笑脸 没有没有 我只是担心 陈锋摇这种人 两面三刀的 你好心帮他 别被他倒打一耙 苏晴晴冷哼一声 他现在名声 已经彻底臭了 以后没有剧组会要他 沈妖哥哥被他连累 也恨死他了 他如今走投无路 只能求我帮他 陈锋摇啊陈锋摇 真没想到他 也有这一天 我不但要帮他 还会给他准备一份大礼 二十 周五晚上 活动酒会在 五星级酒店的宴会厅举办 会场一厢必饮 名流云集 我没有邀请函 被拦在门外 苏晴晴助理 把我领到他的化妆间 你在这等着吧 化妆间里挂了一排高定礼服 我像土包子一样 左看右看 助理翻了个白眼 这都没见过 见我不小心碰到 边桌上的茶具 你别乱动 他慌忙把我推开 这很贵的 你别碰碎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陪着小心 坐回沙发上 门外有人叫他名字 晴晴姐找你 他犹豫了一下 看看我又看看门外 离开前一再嘱咐 我别瞎动啊 我乖乖点头 同一时间 直播平台上 一个叫123的小号开播 有人好奇点进去 但镜头里 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房间 和嗑瓜子的咔嚓声 这是播什么呢 看着像化妆间 主播是化妆师 什么必动静 别嗑了 我都想去买瓜子了 主播的声音 隔着屏幕传出来 很有特色 略带一点沙哑 别急 好戏马上开始 这声音 怎么这么像陈风谣 我靠他 还有脸露面啊 要直播什么 开始卖惨带货了 瓜子皮被哗啦啦的 扔进垃圾桶 没过一会 一个打扮精致 身着高定礼服的女生 闯入屏幕 等了很久吧 好久不见呀 瑶瑶姐 我靠 还真是陈风谣 什么情况 他来找苏琴琴 主办方准备的活动吗 为什么会让陈风谣直播啊 会气死了 我连琴琴宝贝都看不下去了 琴琴还是这么温柔 今天好美啊宝贝 21 化妆间里 我不住地奉承苏琴琴 琴琴 这个装造特别适合你 像侮辱凡间的仙女一样 这是OI的高定礼服吧 我听说他家要求很严苛的 女明星里也就你能借来了 苏琴琴很享受我的讨好 是诗然坐在沙发上 我忙不迭地递了桌上茶水递给他 苏琴琴看了一眼茶杯 推开我 我不渴 瞧你嘴唇干的 你自己喝吧 我抿抿嘴 喝了口水 琴琴 那个 我求你的那个是 苏琴琴脸上的笑意欲深 他漫游游拿起茶壶 给自己拎到了一杯水 什么是啊 他把掉落的碎发挽到耳后 好像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一样 看他悠哉悠哉品茶的样子 我有点急了 你不是说带我见投资人吗 苏琴琴恍然大悟 哦这个呀 他很享受的看我卑微的样子 你想什么都不付出 就让我帮你吗 我 我知道 但是我好想没什么能给你的呀 我眼袋羡慕地 看着他的首饰和裙子 算你有点自知之明 苏琴琴得意地笑了 紧接着话锋一转 不过我觉得人还是要靠自己 楼上1029房间 张总就住在那 你应该很合他胃口 我生气地站起来 苏琴琴你不想帮就不帮 这是什么意思 耍我吗 怎么能叫耍你呀 我在帮你呀 多少人想爬往总的床 找不打机会 给我钱才能给安排 我免费帮你拉关系 你还不知足啊 我突然感觉头有点晕 跌坐在沙发上 你干了什么 他笑眯眯地举背近我 你下了药 我无力地看向他 他高高在上地俯视我 好像在看一只蝼蚁 为什么 因为沈耀喜欢我 蝼蚁却试图挑战他的权威 刺破他的痛处 苏琴琴摔碎手里茶杯 立声道 你不配 我就是看不惯你 像那打不死的虫子一样 从初到起 就是那副死样子 明明什么都没有 还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 你就应该像现在这样 趴在我脚下讨好我 凭什么我喜欢的东西 总被你抢走 我喜欢的剧本 我爱的男人 我知道沈耀有白月光 没关系我不在乎 但是为什么他会喜欢你这样 爬床当三道德败坏的人 我看向他 有些猙獰的脸 苏琴琴 爬床当三 我做没做过这些 你不知道吗 是你骗我去的 那又如何 我的事情不会有人知道 我不怕 我爸有十个营销公司 你以为你玩得过我 现在什么感觉 是不是腿软的走不动路 没关系 张总早就想认识你了 会好好疼你的 是有点没劲 我站起来 抬手给了他响亮的一耳光 不过打你的力气还是有的 在他诧异惊慌的目光里 我摇摇头看向他 苏琴琴 你这是一点没有长进 你以为我会在同一个地方 摔倒两次吗 我指了指地上的碎茶杯 其实你喝的那杯才是 你 你怎么知道 他大声喊他助理的名字 但是没有回应 苏琴琴忽然捂住肚子 蹲在地上 这次换成我俯视他 下次下药 找点心理素质好的人 你助理恨不得把茶杯抱怀里了 不过我没有你那么剑 我给你换成了解药 他放出一个响屁 脸顿时胀的通红 撂下一句狠话 陈锋摇 你给我等着 苏琴琴冲出门去 经过走廊 就是举办酒会的宴会厅 他目标直奔后台的厕所 但此时本应该清场的宴会厅里 却还有不少人 各路嘉宾看到他顿时议论纷纷 记者架起长枪短炮 一顿猛拍 苏琴琴完全不之所以 勉强忍住翻腾的胃 屡屡头发 尽力保持形象 我东西落下了 回来找 大家结束了 为什么不离开呀 有人好心指了指他背后 苏琴琴转头 大屏幕上名为123的直播间里 弹幕刷到飞起 我炒苏琴琴去死吧 5555 陈姐这么多年受苦了 所以陈姐刚是演的 这演技NB啊 惊呆我了 那一巴掌太便宜他了 怎么不把他扇死 呕吐呕吐 苏琴琴 你让我恶心 你直播我 苏琴琴一边放屁一边怒吼 我取下胸针里的微型摄像头 对准他的脸 跟直播间的观众们 解释下拉皮条生意 和营销公司吧 22 苏琴琴彻底翻车 被警察带走时 和沈耀擦劲过 沈耀却连一个眼神 都没有施舍给他 苏琴琴骂道 陈峰瑶 你以为你赢了 你也不过是个替身 永远比不过他的白月光 我在他耳边悄悄说 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就是他白月光 在他不可置信的眼神里 留下一个神秘背影 后来我忍不住问过沈耀 苏琴琴为什么这么喜欢他 你是不是给他机会了 沈耀举起三根手指 恨不得对天发誓 我没有 我们虽然小时候 一起上过几年小学 但我跟他根本不熟 我想了想 可能他不是喜欢你 他只是想控制一切 他想要却得不到的东西 23 苏琴琴树导胡孙散 不少人趁机倒游 他家公司也被查出问题 涉嫌洗钱 一家人要进去吃烙饭了 我的口碑再一次大逆转 但在我心里 已经起不了一丝波澜 这个狗日的互联网就是这样 今天能把你捧成神坛上的圣女 明天就把你踩进你里 其实我早就联系了王导 带着我的万字人物小赚表决心 我以为不会有结果 没想到他直接告诉我 抢角色泼脏水的事情他见多了 他选演员只看演技 那些弯弯绕绕混这么多年 早就一清二楚 愿意配合我演一出戏 假意给了苏琴琴角色 策划了这出酒会 我和沈耀在一起了 他曾经因为执意打职业 和家里几乎断绝了关系 这些年冠军拿了一箩筐 其实双方都有怂动 但谁都不肯先后退一步 我有意帮他们缓和关系 让沈耀带我回家吃饭 他爸爸早早在别墅门口等着我们 他妈妈看见我还是不嫌不淡的 沈耀气得转头要走 被我硬拽进了屋 晚上回去他窝在我井窝里说 让我受委屈了 以后再也不回去了 但其实我根本不在意 人生苦短 听从心意爱自己想爱的人就够了 24 一年后 我出演的艳色播出后大获成功 游戏官方邀请我作为嘉宾 出席年度总决赛 决赛上沈耀拿下了又一个FMVP 全场高呼着他的名字 金色雨下沈耀捧起奖杯 和评论席上的我遥遥相望 沈耀拿下了职业生涯的第十个冠军 和第八个FMVP 成为联盟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支持人一通慷慨激昂的解说 突然把话题递给我 风瑶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把皮肤给哪个英雄 沈耀的第一个FMVP皮肤给了飞 据说是和白月光有关 那你作为他如今的绯闻女友 有什么想说的吗 主持人会不会说话呀 提什么白月光 好扫兴 兄弟们 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这个白月光 然后因为阴差阳错错过了 他追他逃差吃南非 最后美美嘻 你拍电视剧呢 我接过话筒想了想 给出了答案 点尾吧 主持人很奇怪 问我为什么 因为这是他帮我打的第一个果腹 也是分开六年后 再次见面我玩的第一个英雄 我靠我靠 六年 这不就是要审白月光分开的时间 妈妈 我搞到真的了 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今天 我想再彻底疯狂一把 我握紧话题 看着沈耀缓缓开口 沈耀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喜欢 却没有说过爱 现在我想说 我爱你 你愿意娶我吗 沈耀迈过时间长河 向我走了99步 这最后一步 我要亲自走向他 在全场的欢呼声中 沈耀义无反顾向我奔来 沈耀翻外 15岁时 我爱上了一个人 是个大我4岁的姐姐 我不敢在现实里说喜欢 只能用我的方式 悄悄对他好 后来有一天 姐姐消失了 我到处疯狂找他 却找不到 他同学告诉我 他去上大学了 也搬了家 他同学提醒我 沈风瑶没有心的 我追他三个月 看都不看我一眼 别白费力气了兄弟 没结果的 我心想就这 三个月不行就三年 三年不行就五年 反正我有了时间 没想到后来一语成衬 我真的等了他整整五年 我偷偷加上他的好友 扮演一个随叫随到的 打野打得不错的网友 有一天半夜 姐姐竟然主动找我说话 问我要不要网恋 我兴奋的那一晚上都没睡着 那是我的镜中花 水中月 生怕一闭眼 这一行子就不见了 我尽心尽力地 扮演好一个男朋友 每天使劲浑身解数 逗他开心 可他还是离开了我 知道他是为了钱时 我很生气 但气的却不是他的欺骗背叛 而是他为什么不能继续利用我 那一刻我知道我完了 我想告诉他 他想要的我都可以给他 但这一次 他走得彻彻底底 拉黑了我的联系方式 换了电话号码 我只能在游戏里不停发消息 却石沉大海 直到有一天 我无意中看到 电视上一闪而过的镜头 那一刻 我激动地想要落泪 那是我的女孩 我终于找到她了 如果我拿到冠军 成为联盟最有价值的明星选手 她能不能看到我 晚安